當下你會有椅子 但你隔天醒了 你會覺得 幹 我有做這件事 這太嚴重了 你衝嗎 桌子上例如有 可是我有一個副作用 我吃了那個會脖子 這時代我相信大家都有 睡眠障礙的困擾 我今天就邀請了 各種睡眠障礙的同事 與大家分享 嗨 大家好 我是志圓 湯米 筆筆 筆筆 艾倫 康康 美恩 這是我們今天就是 睡眠障礙的代表 但是我本人 我想講 我本人沒有睡眠障礙 我如果到3點 我就覺得我自己就會 嚇到了 那睡眠障礙的標準就是要 根據昨天 昨天你幾點睡 4點 你幾點 5點 你幾點 5點 你 4點 6點 6點 就是你們都天亮了耶 你幾點 我已經治療了 所以我是吃藥 喔 你已經治療了 你是吃藥的代表 我先問 睡眠障礙中 吃藥的人舉手 哇 因為藥過度 我還不吃藥 你是每天吃嗎 呃 每天必須 真的假的 對 放鬆藥一定要每天 等一下 那我先聽一下 你現在還沒有吃藥 我正要治療 今天 你今天 你今天要去看醫生 我今天要去 好 聽聽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睡眠障礙 要去看醫生看什麼科 最近科 我睡眠障礙科啊 嗯 有睡眠障礙科 有 他們是同一類的啦 那他要怎麼樣知道 你真的睡眠障礙 他會問100個問題 就問很多 然後一些很細節 所以你們都成功破關了 破關 哈哈哈 那你們就會拿到一個 特殊的 是安眠藥嗎 呃 他會先給你放鬆 然後他一個禮拜之後 會要你 可能回去 然後再幫你調整藥物 調到你最好睡的狀態 所以藥的是有濃度的 有兩種啦 一種是 安眠藥 史蒂波斯嘛 另外一種是肌肉鬆死劑 哦 那你有吃退黑激素對不對 有 退黑激素跟這個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退黑激素是隨便買就買得到了嗎 好像 也要一個 請人家代購 退黑激素是合法的嗎 是合法的吧 是合法的吧 還是台灣沒賣而已 可是你吃的退黑激素還是到天亮吧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 已經7點在睡 然後你吃的話 可能會起不到就不會吃了 我就直接失眠 哪有人7點才要吃藥的啦 是不是 已經發現的話就不會吃了 所以你這個整個吃藥的順序是錯誤的 對啊 丁丁你告訴完你都什麼時候吃 我正常差不多11點多就會吃 你11點多就吃了 超快的 它會有一個藥效性 對 我洗完澡就是我已經ㄎ掉的狀態 所以你平常這樣吃完要幾點睡 吃完要差不多12點一點 哦那還蠻正常 那你會睡到幾點 正常會睡到9點 那你會爬不起來嗎 不會 但你有時候你要吃太多 你沒有克制的話 就是 因為你有時候去如果外景 那一天要工作 那你早上怎麼爬去 我就會把時間再拉更早 例如我都會10點吃 但我覺得不要過量啦 就是有時候你可以 醫生例如開一顆 你可以幾百顆 為什麼你會想要去看醫生啊 你們有覺得去看這個醫生 自己有身心障礙的病嗎 沒有 沒有 你覺得有 我覺得有 你覺得有 所以你沒去看嗎 我沒有看啦 因為你覺得你沒有症病 沒有啊 我就不需要 那你怎麼治療自己 我就靠酒精啦 耶 沒有怪力耶 酒精跟藥 其實我覺得酒精也沒有比較好 因為酒精也是傷身啦 所以你每天喝酒 幾乎啦 OMG 那你是借酒交仇還入睡啊 我覺得他是自己想喝酒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常喝酒 所以腦袋就是如果 處在清醒狀態 睡覺的時候 會思想太多東西 那你都在想什麼 就是想 就是 我明天要怎麼樣呢 你說就是亂想 你們是因為晚上睡不著 你們都在胡思亂想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 那你們都在想 你都在想什麼 我好奇耶 就是你們在想什麼 明天沒客人 想什麼 明天沒客人 沒有在哪裡 未來 那你會想什麼 我好像也沒有在想什麼 但就是有東西在腦袋裡面 但我會想 我總共感覺得 都工作耶 腦袋會一直在自己跑 有時候想說明天要吃什麼 那想錢啊 想什麼錢 就是想 貸款 你真的在想怎麼賺錢 對啊 就是困擾 真的喔 那你呢 我也是工作啦 工作 真的假的 工作在給你們這麼大的壓力 對啊 是老闆不知道 等一下 你還睡最好 真的耶 不是 你知道嗎 我一到兩點的時候 自己就有點恐慌 就 我怎麼還沒睡 因為我也會有兩點 突然很有精神 因為你有時候會在抖音 還是突然看到一個中心 你就會想研究它 然後我一Google 我就發現 不行 我要去睡了 然後我就是那種 躺在床上 覺得天啊 怎麼辦 怎麼辦 我睡不著 然後突然 睡了呢 我就是 所以我覺得你很厲害 你可以把它做分離耶 對 因為我要告訴自己說 我要睡了 你們沒有跟自己有這個儀式嗎 有啊 感覺你通吃不了 那你們沒有試著 就會躺著 然後眼睛閉上 然後慢慢的跟自己說 就睡吧 從12點閉到5點 你閉到5點 他閉很久 那你就沒有覺得 快睡著嗎 沒有 但你知道網路有一種呼吸法 只要呼吸完 然後憋氣 憋完 然後再把氣塗出來 你就會哈記 我上次背一個太久殺戀 轉過來 而且等一下 我晚上的時候 就是睡覺前 就是我回家 比較晚 然後我有時候 都會打開那 Navis 然後我有時候看影集 其實我看到一半 我都會說很粗神 快粗神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 我要睡了 你知道有時候 會突然靈魂出竅 有啊 因為你累啊 邊累邊看 就是會靈魂出竅 你們沒有躲 而且你在回去睡的時候 這時候就睡不著了 嗯 真的假的 對啊 會有一個moment 你還這樣睡 那你一到床上就好啊 對 不行 會不會是要換一張床呢 會不會就是床的問題 就有可能 就是 要買一張好一點的床 還是一顆好一點的枕頭 還是其實我們要換枕頭 還是有可能耶 不然怎麼會這樣睡不著啊 我就要 暴睡 暴睡 好 這樣大家可以自己去報名 好好那邊 那你眼睛有閉上嗎 有啊 你會先閉一下再起來 閉完囉 就打開 我10分鐘我就受不了了 你只有眼睛閉10分鐘 因為都睡不著 就會手機拿下來滑對不對 那你們半夜睡不著 你在幹嘛 我就滑手機 滑手機 因為你閉上那邊 我會覺得我在浪費時間 我20 超過20分鐘 我就覺得我在浪費時間 我就會想起來要滑 妳在幹嘛 我就起床拍那個化妝的影片 我那時候失眠到早上8點 然後就化妝 對 我就叫早餐然後化影 他阿彎會不會以為 你根本就剛從半夜早上回家 然後不是很爽 不是爽 他男朋友跟他睡睡 他男朋友就是完全的 睡死的狀態 然後你就是完全沒睡 對 蛤 那你半夜在幹嘛 打電話給別人 打電話給別人 等一下 因為美人魚現在已經就是有吃藥 然後他吃藥就是 吃藥有副作用嗎 你有幻覺嗎 我也有幻覺是會幻片 你吃退黑不會有幻覺 不會 那你現在是會有幻覺 不會有幻覺 但我會心情很好 我會想要跟大家聊天 然後昨天才發現 幹我只會好像講很多 有的美的 對 因為你會打給別人對不對 對 我會打給別人 所以你也不知道自己講了什麼 會知道 但你隔天會發現 好像瘦醉啊 那你來你有幻覺嗎 你知道那個藥有兩種 一種就是像剛剛 第一講的死滴都是 那個吃了是真的會斷變 所以我都是吃肌肉鬆弛劑 肌肉鬆弛劑其實就吃了滿爽的 有點像喝酒醉微醺 你知道嗎 微微 可是我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我吃了 你看他在笑 因為全公司都知道 我吃了那個會 他不是已經放鬆你 他很奇怪 他就是我全身都放鬆了 但我就是那你是硬的 他 是我的副作用耶 夢 好可憐 不可以這樣子吧 不知道要怎麼緩解他這樣子 我想知道你吃那個放鬆藥 所以你現在是吃死丁螺絲 跟雞肉鬆弛劑 兩個一起 我都一定要一起 你是組合餐的喔 我都是組合餐 太誇張了啦 我老學長 我一人在 等一下 那你們有害怕成癮嗎 我 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啦 你已經習慣這樣 所以你也是喔 我不怕 因為我之前中間有斷掉 啊有正常睡著 正常啊 那浩浩如果你不喝酒 我現在有努力在控制 不喝酒來做 對 可是我就是會睡不著這樣 真的喔 那你睡不著在幹嘛 就是看臉書的影片嘛 喔你說臉書那一串影片 欸會不會那些大家的流量就是靠一堆就是睡眠傷害的很充足 你是不是看那切翡翠的啊 哈哈哈 你知道那個切翡翠的喔 那你現在之後如果我會去看醫生嗎 會想看 你會想看 會想看 為什麼 7點要看 我覺得打放7點要看 我覺得退黑激素很厲害 因為它有分3毫克跟5毫克 如果你吃雞量是重的 它5分鐘就開始讓你想要睡覺了 我先講一下 退黑激素很多人吃的是為了美白 那很多人好像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成分 吃了會讓你有點想睡覺 然後就是 進入這個睡眠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就是會變美白一點 所以你今天會去看醫生了 會啊 等一下就要去了 你已經維持這樣幾天了 我覺得已經快一個月了耶 超久 對啊 每天到15點才吃 那你們早上如果你們常常都睡不著 那你們一睡著會怎麼睡死嗎 會 會 那就不能睡 要跑到達法 那我問你們就是純粹晚睡而已 可是我也睡不久耶 你們睡不久 我覺得我們好像不用睡太久 然後5 6小時就可以公正當 因為我們每天要是看到自己快2點睡著 我就會開始有點害怕 我想說天啊 我很焦慮 我不想要自己那麼晚睡 因為我會覺得我睡的時間很短 你們不會這樣想 不會 就是你知道睡眠的時間有限的感覺 一開始後來麻痺了 真的假的啊 是不是會一直算6小時 對啊 然後 你要是很怕就是滑一發手機 然後看到天亮了超恐怖 然後手機丟掉了然後趕快去 看到天亮了 真的假的 就是嚇到我會到5點 因為5點就天神開始 那你們5點的時候知道晚上可以找誰聊天 知道 妳密他他會吻嗎 會啊 我們都沒在睡 真的假的啊 那妳半夜不就是知道那些半夜咖在哪裡 對啊 密他也會吻 對 妳也會吻 我們半夜都還在 就是一直都在線上 對 因為我們公司如果調整晚上 而我的效率也一定 真的 這可能啊 那你們晚上肚子會餓嗎 會 一定 所以你們半夜不只睡不著 肚子又餓 那你們半夜也會吃東西嗎 不會 我會吃 妳會吃 我跟你說 史莉諾斯也會斷片會吃東西 什麼意思 我有時候我吃完 隔天我會自己嚇到 我會半夜去吃宵夜 所以在家自己吃宵夜 當下你會有椅子 但你隔天醒來 你會覺得 幹我會做這件事情 真的太嚴重 你會發現桌子上 例如有食或者是有碗 你就會發現 欸我覺得你那個藥要調整 欸 還沒吃太多了 你會這樣嗎 因為有時候可能 吃太多也會這樣 你會這樣嗎 但我沒有吃安眠藥 我只是放鬆藥 但放鬆藥吃完肚子會爆 喔史莉諾斯是安眠藥 對 欸我有聽說安眠藥不是吃了一顆 然後他多久就會起床 他就是會讓你短睡 四個小時六個小時 只會自動起床 看自己的身體 有時候我會這樣 但有時候不會 好恐怖喔 好不穩定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有這個狀況 你們有推薦看醫生嗎 我覺得要 因為你不睡 你身體狀況更糟了 不是嗎 第一次看醫生是誰推薦你 我老婆啦 其實整個公司的人 都是我老婆推薦 真的假的啊 我老婆最恐怖的 我老婆就是一個很 她是真的 每次藥是真的睡不著 為什麼啊 她很焦慮 對 因為我老婆是一個很認真工作的人 所以她只要工作上有什麼 不順心或什麼 她就會真的睡不著 如果她明天有一個客人取消完蛋了 她絕對吃爆 而且 你剛剛前面講的那種換 就是那種什麼斷片那種 我全部都有 其實我全部都親眼看過 她很猛 你都看過 我們家 你知道金沙有那個大盒的十六顆嗎 對 巧克力嗎 對十六顆 然後她就把那十六顆這樣子 晚上這樣子 全部吃完 屁啦 她那麼瘦 一個人吃十六顆 認真 她把那個當飯再吃 她就吃 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她就看到那個都沒有 她就問我 她說你那個怎樣 是帶去公司怎樣 我說那應該是你昨天吃掉 因為我不知道 就全失望 真假的 好喔 她喝酒的斷片嗎 比較少 哈哈哈哈 她其實都每次都斷片 對我好 你現實動態都在路邊的草叢 真假的 沒有 她都在草叢 你會去外面喝 沒有 那是在外面喝 喔 她在家裡自己喝的話 不會 就喝個幾罐就 妳是喝啤酒嗎 喝啤酒 那妳不會喝完很脏嗎 不會啊 啤酒很 對啊啤酒很脏 就是很不舒服 還是我習慣了 所以你現在還是維持退役記住 退役記住 有要調整嗎 好像沒有 可是你都天亮才睡 對啊 就整個好像習慣 你到我現在想去看醫生 欸我說真的 長期失眠的人 你的工作效率 跟你的思考 會越來越無法集中 嗯 如果你真的不睡覺 真的會變得無法集中 而且你很容易日常 就一直容易處在一個 很累的狀態 嗯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就是很累 對啊很累 其實也沒真的做什麼事 但是你的身體就是 需要休息 真的還是鼓勵大家 好好睡一場 就是要認真睡覺 那我想大家應該都有睡眠上 如果真的睡眠上 他真的是 這時代有YouTube和抖音 真的 很幸福 起碼 不然你半夜要幹嘛 對啊 對啊 而且有時候半夜跟人家聊天 也不知道在聊什麼吧 半夜聊天集都在亂講 亂講 對 很希望大家好好睡覺 那如果真的就是有狀況的話 我覺得看個醫生沒有關係 就是不要害怕 避開醫生 身心科 睡眠障礙科 那很多醫院有嗎 幾乎都有 診所也有 講完這句好像鼓勵人家吃 他真的有傷害就要解決 對 如果他真的都是睡不著 其實他就是一種病狀 對啊 對啊 我個人是推崇 如果有人看醫生 就是不要喝酒 每天抵酒 他是自己喜歡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喝酒 有時候喝多你可能會變胖 而且有時候 我會覺得啦 有時候酒精這種東西也會沉浸 可是有 現在也很多人就是 一定要靠喝酒才能睡覺啊 很不OK 你不能把不OK的事情 多人做就變OK吧 不要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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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趣啦 因為喝酒可以是一個興趣 祝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睡覺 晚上如果半夜無聊的話 再認真看我們這支影片 再看 我告訴你 再看個兩次 你就會想說好 我明天先掛號 真的 好啦 我是劉白 謝謝支援的下支影片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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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